《未來四年,世界經濟政治形勢分析》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還非常有趣 我們再講一個好話題 《未來四年,世界經濟政治形勢分析》 這是個大話題 因為趙悠隆博士,你對這一方面一直在深入研究 未來的十年,我們借用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話 這是一個好的時代,也是一個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聰明的、智慧的時代,也是一個愚蠢的時代 這是人們在一起走向光明,也像走向黑暗,走向天堂,也走向地獄 確實應該說未來的十年,我們存在不可測的很多因素 那麼我想向您請教的第一個問題,我們來探討 第一個問題就是世界的政治經濟在融合 那麼是什麼因素促進了這種融合? 我們知道過去兩百多年中,一開始是走貿易全球化 從大英帝國的整個的貿易全球化以來 當時呢,英國一度時期是工業產生佔到世界的30% 到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的貿易全球化以來 確實是使人類導致了經濟的一體化 經濟一體化就是二十年多年級的,是拉近人們的距離 使人與人之間的彷彿並不遙遠 那在這種情況下看的話 所以說,包括要是通過視頻的話 任何時候和地球上任何一疊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頭像,看到它的面向 所以說,距離確實拉近了 在未來的話,將會更加拉近 社會在一種加速度方式前進 比如說就是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電信,互聯網 同時拉近了人們的距離 特別是十八世紀四十年代,人們發明了電報 電報以後,產生了電信,通信 包括今天的互聯網,未來的人工智能 所以說,人類不管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 確確實實是已經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 這個你包括我們現在 為什麼可以坐在這裡 或者有效地談亞洲經濟 談歐洲經濟和談美洲經濟呢 我們覺得它是息息相關的 互相聯繫的,而且是密不可封的 好,你剛才談到了世界經濟 也談到了亞洲經濟和歐洲經濟 我們現在就來談歐洲 歐洲的經濟似乎出現了一種停滯 甚至很多人說,未來歐洲的經濟會出現衰落 你覺得第一,你贊不贊同這種觀點 第二,你覺得因素是什麼 就是考察法國經濟和德國 我當然去了中邊一些地方去考察他們的經濟 我發現確實已經洩入這種停滯或半停滯狀態 我親自建一個法國的工業企業 是一家很好的印刷廠 他說把設備賣掉吧,便宜價格賣到中國去 我說你這個設備非常好 而且為什麼就不保留起來 可能過兩年經濟好的時候再生產呢 當時這個法國人就跟我說 我並不看好 十年之內,法國經濟前進不到哪裡去 而且我到時還得維護這些設備 我賣掉了,趕時十多年以後 經濟快速發展了 我可以再買新的設備 到時候有更新的機器 那就是歐洲人,你覺得自己他們都不太好 存在信心不足 對,因為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包括我的老師羅伯特蒙代爾 他提上了歐元 所以實現了歐元整個佔25國的統一貨幣之後 經濟地方是不平衡的 我們知道德國比如說人均收入每年是四萬六 法國也接近四萬 那麼好多希臘這個兩萬多 而且很多地方更不平衡 這種不平衡呢 而且福利制度也不一樣 社會體系運行也不一樣 所以說產生了 而且又共同的勞務市場 這樣的話形成了極大的不平衡 不平衡導致了經濟的這種緩慢的衰退 再加上敘利亞的恐怖主義 談不上全部恐怖主義 部分的這些恐怖主義 也是沉重地打擊了法國 打擊了這些德國這些國家 輸出了幾百萬的難民到這些 有些人說四百萬 這可不是個小數字 一下輸入到歐洲文明社會裡邊的時候 我看到過去十幾年前去法國的時候呢 去法國德國 走十幾個路口呢 才能看到一個乞討的人 或者是流浪漢這樣的 那現在走兩三個路口 就可以看到一個乞討的 或者是沒有職業的 這個也是一種社會可怕的現象 所以說社會的貧富 貧困之下 再加上我認為法國的政策也有問題 在法國呢 你是怎麼呢 比如說你收入一百萬歐元 僅僅收一百萬 你猜一猜有多少錢要交稅呢 在美國大致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中國是百分之四十左右吧 在法國需要交多少的 百分之五十 不對 再往高說 百分之七十 是 它是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說這個政策呢 也打擊了這個青年人的創業積極性 打擊了這個工業企業的這個熱情 雖然現在德國呢 保佛還是一枝獨秀 還是比較經濟越好一點 其他經濟體呢 確實是緩慢衰退之中 所以說 但是正先起來嘛 未來需要政治體系的調整 整個民族性 包括整個 也許需要美國甚至說第二次來拯救一下澳洲 好 我們再把目光放在亞洲 你知道亞洲並不平靜 也不平衡 極不平衡 比如說我們出現了 有些國家比較富裕 有些比較貧窮 有些經濟呢 還在起步的階段 也有的地方比如說 印度跟巴基斯坦 還有很多中東等等 一些問題都存在 那麼你覺得未來的失聯 亞洲是否會陷入一種動盪的狀態 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可能性 首先亞洲經濟是極不平衡的 我們知道日本呢 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 韓國也仿佛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 台灣也接近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 那麼我們中國呢 過去說是發展中國家 就是正在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這個建設 也正在發展中 但是呢 這個趨勢 地區又極其不平衡 斯蒂格利茲 諾貝爾獲得者 斯蒂格利茲寫了一個 不平衡的經濟模式 他就是說 現在產生所有的這些大的問題的原因呢 都是經濟的不平衡 那我們談到亞洲來說 中國過去 我在九十年代在社科院的時候 當時也就會不會出現一種亞裔 亞洲統一貨幣的 因為歐洲歐約的 當時馬上就是指日可待 當時說不可能 我討論了好多說不可能 為什麼 中國和日本不可能調和 其實 拿我來說就是 中日兩個民族應該發起這種仇恨 發起這種過去 二次大戰這種矛盾 應該共同走向未來 走向未來的一種科技互補 經濟互補的一種模式 而事實中呢 又做不到 我們中國人現在 彷彿是 他們大致是民意調查 我看有幾個民意調查說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 是憎恨日本人的 而且在這個數字是很高的 我知道九十年代的時候 我有哥哥去日本留學 九十年代初期 當時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人呢 是憎恨日本的 那麼 而且喜歡日本電器 但是 那個時代 在第二次大戰更近一些 後來日本 我說日本 日本是百分之三十的人左右 對中國人不友好的 認為中國是懶惰的民族 那到現在為止 他們又看了統計數字 只是我去年四月發生到日本 日本說是 哦 我們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 也是不看好中國的 對中國敵視的 原因是你們中國過去二十年 播放了很多電視劇啊 比如說 敵視我不來 我們當然要敵視你 這其實不好的 未來亞洲戰車的火藥頭呢 有幾個 第一個是南韓北韓問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有解釋 這個南北韓這些問題 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島問題 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 這個華野島 這些島嶼的問題 和越南之間也是 有些時候見拔弄張 彷彿我們和鄰國關係 並不好 這是一個我們需要自身調整的問題 中國需要自身調整 我作為華人來說 我覺得首先外交部需要調整 需要從政策上來更適應 那麼這種不平衡性呢 導致戰爭是極有可能的 有些時候 說離戰爭只剩一天到兩天的結果 後來又慢慢鎮壓下去了 慢慢穩定下去了 所以說現在經濟戰也是非常不平衡 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經濟貿易 美國對中國的經濟貿易 包括這些呢 導致中國這個亞洲的龍頭 未來經濟上呢 就是用英文說problem 因為面臨一個大的問題 這種情況下 我們仿佛我們也自身能看得到 而且中國內部呢 這個製造業的衰退 特別是平復差距的拉大 也都是導致社會問題 而且也有人說 中國社會面臨這種轉型之中 這個也是確實存在的 有這種可能性 沙地沒有給人類創造一個能力 是什麼能力呢 就是準確的預測未來的能力 沙地沒有給人類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根據 社會的蛛絲馬跡和 急腳發生的情況來 提出我們的觀點 我們認為 你剛才說的觀點是對的 是亞洲經濟面臨的動盪之中 亞洲的政治未來也會面臨的動盪之中 就連過去的火藥桶 中東的火藥桶 巴勒斯坦問題和以色列問題 現在香港顯得小了 這個問題保護不會爆發了 而且北韓問題呢 每天在試射核武器 這個相當地給人類製造的麻煩 對,我們談談北韓問題 好的 因為你知道 北韓已經第六次核實斂了 對,是的 據說第七次,第八次即將開始 對 那麼它已經對世界的和平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是的 美國似乎呢 把希望寄託在中國 對 中國呢 也沒有什麼作為 但是它的位置 試練的地點 與東北三十是非常近的 是的,是的 也就是一旦出現核泄漏的話 中國是受損害最大的國家 在其次呢 一旦兩韓發生戰爭 或者說美國 西方國家對朝鮮進行軍事打擊 也難免會將戰火或者災難 比如說難民都會擁到中國來 是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覺得中國政府是不是應該調整 對朝鮮戰略 是的 因為北韓這個怪胎啊 其實是五一年到五三年的朝鮮戰爭所決定的 當時呢 兩大陣營直接獨促中國出兵 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獨促中國出兵 而且這次過程中呢 其實是蘇聯欺騙了中國 據說是當時一些承諾呀 而且打這場戰爭首先是不應該的 這場戰爭把中國經濟打入低谷 打入了甚至後來說 五八年大躍進 餓死人三千萬 以及文化大革命這個過程 那我不談這裡就是說 就拿北朝鮮問題來說 三代世襲 這種在社會制度上是不容許的 我這人還不是完全反對獨裁的那種 但是獨裁你要讓老百姓過著好日子 你也是一個好政府 而且北韓呢是又獨裁 又不能讓老百姓過著好的生活 我親自去過北朝鮮 我是當時準備在那裡投資的 去了以後 南北東西都考察了 整個國土都考察了一遍 後來發現這種專制的制度 是不適合外商做投資的 所以說我認為它是社會的一個大問題 但是我就問北朝鮮人 這樣在你們角度 怎麼考慮這世界問題的 北朝鮮人會想中文的他告訴我 他說我們領袖是偉大的 為什麼偉大的 你看他能發展自己的 自己國家建設的同時 每一年能向國際 是要來六到七億美元以上的 這個國外援助 每一年都能要過來 這難道不是偉大的領導嗎 我說這不是要來 這是勒索呀 現在發生核武器是勒索 但是他本國人也是不知道的 因為是我發生核武器 其實武朝的是要美國 他主要是要三個國家的援助 第一個是中國的援助 第二呢勒索他的兄弟 南韓兄弟 南韓來武朝援助他 第三是美國的援助 我們知道在最近二十年 這三個國家可是沒少援助他 他其實不勞而獲 就是站在一個流氓角度說 我是流氓 我怕誰這種發生核武器的角度呢 確確實實是人類的災難 這種政府呢 我在四年前寫了一本書 《未來十年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中 我是分析十年之內 北韓政府可能會垮掉 會崩潰掉 但是如果他們崩潰掉 我這書也寫錯了 真是 我是預測他會崩潰掉 垮掉 因為我看他各方面的問題都會垮掉它 但是北韓人民也是很屈服的 很委屈的一個民族 像中國人民一樣 受著過去這種壓抑 這種無處發現 而且只能是歌功頌德 這樣一個情況 北韓現在一個人的工資 平均一個人工資是多少 他說一個月平均一到兩百塊人民幣 這樣一個工資水平 而南韓呢 其實人均收入已經是 你看人均收入都到了兩萬五千美元了 人均收入可惜是兩到三千美元這個樣子 好我們再談一談美國 你知道當我們來到美國 看見紐約的自由與神像 我們的心潮澎湃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由夢 是的 好 但是現在川普總統當選以後 他提出來 我們應該關注美國自身的利益 說我們都要過多的去當什麼領導 去領導這個世界 那麼你覺得在未來十年 美國是否會繼續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 形成了國家 部落形成了國家 國家又形成大的國家 那作為美國來說 無論他是樂意也好 不樂意也好 他都在一段時間內 你承擔世界警察的這個責任 我們知道 如果 咱去舉個反面例子和綜合高層的話題 如果美國說我不當世界警察了 我不懈置台灣和韓國、日本擁有核武器 那麼這三國家我敢說兩天之內 就發展起來核武器 兩天之內 日本曾經有一個防衛部的長官說 他們認為四到五個小時他們就可以發展起來核武器 我知道是具備這個能力的 技術能力沒問題 第二 儲存的1235、1238這都沒問題 甚至說製作清單也沒有任何問題 那中國門口 台灣 如果北韓能製作出來核武器 那麼台灣製造核武器的能力是具備的 沒有任何問題 很快就製作出來了 中國的門口就像有三到四個核國家敵對著威懾著中國 那甚至四個吧 把朝鮮加上的話 四個國家敵對著的話 所以說這會是這種什麼局面 最近有個人寫了一篇文章我看到 美國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七次大的包住過中國 包括抗日戰爭啦 包括庚子北款啦 這些一系列的 那我覺得美國在未來的局面中 仍然承擔著一種維持和平的角色 我們再舉個例子 如果說美國不承擔 我們就反面講 不承擔這個角色了 那麼在中東地區大的國家一定把小的吞併 一定是把小的吞併 比如說沙特阿拉伯我離開什麼野盟啊 什麼阿曼小國 我一個回合過去就把你疼病了 那麼我們再說一下 俄羅斯必然會恢復他加盟共和國的可能性 就是說什麼哈薩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 我一個回合 幾天之內 我的裝甲車就會在你的街頭上出現 就會瞬間世界上大的一種揭兵戰爭會出現 所以這個世界呢 我認為需要一個警察 但是我們能不能換一種思維 也就是說美國不願意當世界警察 對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個責任加在聯合國上 聯合國呢 其實如果說白了 聯合國是個什麼機構呢 我們就說大老實話 聯合國是國與國之間的一個協會 一個協會 它雖然也有七八萬工作人員 雖然也有自己的維和部隊啊 也有自己的國際法庭 也有國際會媒基金組織 但是是國與國之間的一個合作組織 其實單個要說去做這作戰能力的話 它連北朝鮮都打不過 各位講說 所以說 最近我也看到一些文章說 制裁了朝鮮若干次的決議都沒有什麼效果 這是可能是中國和福建這些國家不配合造成的 如果配合早就制裁它了 那麼我們話題說回來 就是如果說沒有美國的支持 也有人說把聯合國從中央自由的土地上趕出去 趕到中國去可不可以啊 也許可以也許不可以 這是另外一種假設呢 中國能不能容納它呢 就是說能不能承擔起這個國際責任 人類人的起源有兩種 一種是上帝造人之說 這個我們不做解釋 第二是動物進化而來的 動物進化而來的人呢 帶著動物的各種特性 貪婪、私慾、自私這些特性 所以說 如果說沒有一個維持秩序的國家的話 那麼這個社會肯定會亂 肯定會大亂 而且進入一段無休止的戰爭和戰爭 就像愛因斯坦那樣 我們有人問他說 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三次世界大戰使用什麼武器 他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使用什麼武器 我不知道 一定是石頭和控爆 就 現在的核武器把人類就毀滅了 會使人類的回到一種原始狀態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楊文龍我們再來把視角啊 再繼續轉移 我們談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你覺得未來使用他們的政治經濟形勢會是怎樣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呢 加拿大的人口呢 三千多萬人口 澳大利亞也是幾三千多萬人口 總圈是兩千四百萬 當然一些附屬的遊客 總共人口不到六千萬 這樣一個地方的話 它必然是大國的一種附庸國 雖然加拿大的國土呢 比美國還要大 澳大利亞的領土呢 也接近於中國和美國 但是呢 它由於人口少 再加上經濟體量也小 必然是隨著發達國家發展的 它是穩定的 它一定會隨著美國 隨著英國 或者是隨著日本 和這些呢 走成一致 一致靠攏 所以經濟上這些靠攏 政治上呢 在國際事務中也沒什麼大的作為 我相信它的經濟發展是好的 現在加拿大的時候 就收入超過了美國 澳大利亞法律也超過了美國 所以說 我對它經濟發展是看好的 再加上自由民主的制度 是社會是比較不錯的 就是未來四年 形式還是比較看好的 它的社會發展是緩慢的 即使出現戰爭 出現動盪 社會之間動盪 對它影響也是極小的 你包括我們還附屬它一個 就是南美洲國家 南美洲這些國家 其實是介於發展 發展中國家之間的 它必然是隨著美國 以蒙奴主義來說 南美洲是美國人的後院 所以說 它經濟上社會上也不能有大的作為 直接動盪的資源 未來可能是亞洲 甚至亞洲的可能會越戰越大 好 你剛才談談亞洲 對 我們要把目光 從歐洲到亞洲把它結合起來談 你知道前不久 中俄雙方 中國跟俄羅斯 簽訂了一種聯合聲明 並且這個特別是第二個聯合聲明 就是對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這個裡面被能解讀為 實際上中俄在聯盟 是的 那麼第一個問題是 中俄聯盟是否存在 第二個問題 中俄聯盟是否會形成 我們所說的邪惡的族心 最後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聽聽我和李偉東聊天的時候 偉東就分析了中國當前極權 包括限制言論自由 包括經濟專制化 這樣一種以後就會出現 出現這個 像這種 這種 這種周星化的發展 有這種可能性的 最近 就兩天以前 我看到了 布什總統的首席顧問 班農他離開白宮以後呢 他這次到香港有個講話 說中國 現在就像1930年31年的德國 講到時候是 有可能面臨這種專制中心化 中俄之間 因為中俄現在是抱團取暖 中國經濟當然發展是好一些 表面上一片繁榮 背地裡面是切磚白骨 那俄國呢 除了出賣石油 它其他的工業都沒有發展起來 過去俄羅斯以前的 蘇聯時代的工業都已經淘汰了 所以這個國家呢 也是用中國一句很 俗俗的話 是很悲催的一個民族 就業也很差 而且整個老百姓的福利 仍舊收入也很差 而且和他加盟共和國呢 總是處於一種戰爭狀態 前兩天是和車城 後來又是和 烏克蘭是第三了 第二是因為 印古石奧塞提 這兩個地區 現在第三個就是 在烏克蘭東部 處於交戰狀態 所以說它極不穩定 這種情況下呢 你說的出現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非常存在的 通過班農的觀點和 李偉東的觀點 互相應證 我覺得 確實是存在這種 成為邪惡周星的可能性 那麼這一個 可就非同小可能 因為它會 對整個文明進行摧毀 是的 那麼你覺得 有什麼辦法 阻止這種趨勢蔓延呢 從宿命論的觀點來說 這個確實是不好阻止 過去一些戰略學家分析 人類啊 這個 特別是一次大戰以後 一般每隔幾十年 都要通過戰爭 來調整國一國家的不平衡 調整經濟的不平衡 政治的不平衡 這是人類的 受性略更性的一種 人類沒法完全消除的 但作為一個和平愛好者呢 使人類要警惕這種出現的可能 我們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 確確實實 但是俄羅斯民族呢 我們都不談民族性 其實好多是利益決定的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 造成這樣一種情況 利益逼著他呢 走這條路 那作為美國能做什麼呢 我覺得去年 好多美國人在選擇川普的時候呢 希望他和俄羅斯呢 搞好關係 搞成一個好關係 因為俄羅斯至少也是學舉的總統 學舉之志的 但是中國也 中國自己查到 人家說誰是民主運動呢 其實中國 包括習近平的父親 毛澤東那一代人 他們其實民主有民用的 這個首席的 為民…民用是吧 是民主權利嘛 自由這個 這個權利而奉鬥的這些人 可以說 他們是喜歡民主的 那麼民主 是克制這個專制 或者是 是這個出現的一個 最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 在未來情況下呢 如果說中華民族能走下一條 借靠的民主自由的道路的話 就會克制這種 下一次戰爭的發生 就會不會出現邪惡周星這種出現 這種可能性 對 你這句話呀 讓我想起來 大概應該是5050 對 曾經開過一次共產黨的峰會 在莫斯科召開的 毛澤東就做了一個長篇的講話 他曾經說 我們急切地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中國人六億人死一半沒關係 是的 把當時東歐的領導人嚇的 就說我們就是千把萬人 一死一半就沒了 是 他顯然當時發表這個觀點 這是真的一些事情 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 這是非常荒謬的觀點 這個非常荒謬 而且呢 不把人當成回事兒 而且當時呢 我記得有幾個 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說 那你們死一半 我們的民族 豈不是要全部死國啊 現在的核武器呢 有九個核擁有國 九個核武器可以把人類毀滅十字以上 就是縱草不生 打回到猶死狀態 甚至有些說是 只有地裡 坑裡的蟑螂也許還能存在 因為蟑螂存在了 在恐龍時代就有 就是潛紮下去的老鼠也許才能存活 所有的生物都加滅絕掉 現在人類的核武器 是面臨把人類滅絕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麼 如何有效地不使用核武器 有效地利用核能源 還有不使用核武器 這是人類的一個重要考慮的問題 雲龍我們再把思想放在非洲 對 你覺得未來四年 非洲的政治經濟形勢會是怎樣 非洲呢 我們知道它發展是非常緩慢的 再加上它 非洲其實有眾多的國家 我後來我是做環球旅遊 所以跑了好多國家去差不多了 但是非洲我只去了六七個國家 我也親自師弟考察 由於它民族的這種特性 一動死期 我後來看了這個 我到了肯尼亞的時候 我說我看肯尼亞的生活怎麼樣 到了農村啊或者這些 我看肯尼亞的生活呢 相當於中國的八十年代 中國的八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那個樣子 人們也是權宜少使 傳染不是很好 所以它經濟發展呢 有很長的路要走 社會的民主化也要很長的路走 包括好多的留學生 他們到各地的學生呢 也接受了民主制度 回去以後 非洲這塊土地很大 有三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才對三個中國 三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而人口呢不到十億 所以說人口是少的 因為富饒的資源 但是呢 小國伶俐 人嘛 還停留在很緩慢的這種 文明的發展國狀態之中 所以說 我們看到 非洲在未來這些年呢 也可能還是處於局部戰爭 局部動盪 比如說 安格拉呀 巴拉圭呀 巴拉圭呀 這些地方 烏拉圭呀 這些小的私私卷之中 我說這兩部家 另外是南北的 就是我說 烏干達 這些局部的這些鬥爭之中 但是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呢 是極小的 因為它在屬於社會的邊緣 屬於文明的邊緣之內 所以說 不能在社會中有大的作為 我們談完了五大洲 對 亞洲 歐洲 非洲 其實是七大洲 人類是七大洲 七大洲 我們談到五大洲嗎 對 有一個洲是不住人的 我去年去的南極洲是不住人的 是的 好 那我們來談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知道目前的高科技發展得非常迅速 對 能工智能化發展應該形成一種浪潮 那麼這一種科技的發展 到底對人類是幸福還是讓人類陷入了現代化的陷阱 這兩種可能性呢 都有 其實文明的發展呢 彷彿是不可阻擋的 每天都有新的發明 新的創造 不能說是我 把科技停下來 把創造停下來 這是不可能的 那麼 人類未來的話 人工智能時代將會使人們生活更加便捷 就是比如自動駕駛 開車的話 也不需要自己去開了 比如說 好多的事情 做工作可以在家裡做了 通過視頻 可以指揮員工也在家裡做了 會議也可以在家裡開了 就是通過遠距離視頻 但是 不可避免的呢 文明也有它的雙刃界 文明的就是說 它也會對人類構成毀滅 就像人們談的人工智能時代 也有可能發展到極度文明的時候 去年 計算機的這個計算速度呢 已經超過了人腦的計算速度 未來人類也可能被計算機所主宰 這是人類擔心的一個原因 第二 就是說 極大便捷的同時呢 又會造成好多人不能工作 不能就業 現在在美國 其實好多人是想去工作的 但是找不到合適的港幣 中國也是如此 所以說鼓勵萬眾創新 每個人都去創業 在這種情況下呢 好多人註定是不能有效工作的 這個是個失業問題 就像當年 汽車司機 汽車代替了馬車輔 馬車一樣 文明是不可阻擋的 嗯 雲龍 我們談 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 對 其實我們更關心的是我們的祖國 是的 好 那我們就說 未來的十年 中國處於一個政治轉型期 會不會走向民主憲政 還是與張立凡先生說的 五年看一改 十年看白 那就是最終就沒希望了 你的看法是什麼 是的 這個問題的話 就連中國的領導人 現在的領導人 包括現在的領導人 那些總理也好 總統主席也好 他也不能說明會不會這樣 因為我知道 從民主人們的心目中呢 包括官員的心目中 是渴望民主的 但是呢 現在的專制呢 又非常強大 歷史呢 又帶著一定的慣性 不能說一下子就改變 以幾個人意志為改變 所以說 未來的十年 中國 中國是確實面臨著轉型時期 不轉型的話 這股壓抑在老百姓 壓抑在裁切民眾 壓抑在所有人物心目中 這種火也會爆發出來 這就要求呢 就像 有些人說的 說是逼著未來的 近平同志 他會寫改革 當然也許近平也許是別的領導人了 是面臨著改革 要不改革的話 我們中華民族 這個自己類似的推動性 都促成他 不改修不行 中國是面臨這種動盪之中 但是如果改革的話 是會消滅動盪 是會使社會呢 良性循環 是會洩掉老百姓 行中的怒火 會使經濟呢 相對快速發展 會發揮每個人的創造積極性 帶動我們這個民族呢 向仍居收入兩萬美元靠近 我們覺得兩萬美元 是我們實現 真正是些小康的基礎 而且現在中國呢 底層人的生活還在惡化 我覺得 只要發展經濟 保護民營企業 保護生產利益 而且不要再每天勾心鬥腳 這樣腐敗了 用制度去反腐 而不是去人與人去反腐 用東場西場制的反腐 這個是百姓需求的 官員們需要的 官員們也是希望如此 每個官員 其實最高的官員 也不希望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為中國 他們說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 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們 好下場的居上 包括文革時候也好 包括戰爭年代也好 是好多的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們 下場都是比較差的 即使危機仍成了 他們不希望一種好的制度 保護自己的安全嗎 我相信他們也會需要的 儘管有些人被襲擋了 那我的問題是 你是否對未來四年 中國走向民主化 抱有信心 我是抱有信心的 因爲什麽呢 我覺得人是兩種形態 一種是說樂觀主義 就是說社會總會變好 就拿我心目中來說 我說社會一天比一天總會變好 這樣我們生活才有樂觀 才有希望 如果悲觀主義的話說 那只會變壞 一天比一天會變差 那就不需要生活了 你反正看著一天比一天 糟糕的也不非常勞心嗎 用北京話來說是 心裏面難受嗎 那我是看好一中國 在未來十年之內 我相信中國會越來越走向民主化 會走向轉型 會越變越好 這個是對我們這個愛國 對這個民族看好的主要因素 這一點我跟你觀的不一樣 好的 我的看法是十九大非常的關鍵 對 也就是如果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 不採取民主法治這條路 對 而走上來一種邪路 就是回到毛澤東時代 對 中華民族將要奇災打爛 對 這個關鍵是 所以說他會往哪裡走 我不敢說 但是我持一種保守主義 或者說帶一點消極的 因為我從這個五年上台以來 對維權律師的抓捕 對言論的禁錮 對 包括很多行為 包括經濟上的一些 往過去計劃經濟 國有經濟轉 所以說我感覺到 心思不太好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呢 也有可能過渡到北韓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這種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我也詳細思考過 中國未來十年 它會一種什麼樣的社會 社會形態出現 當然 這個我們 我經過細緻思考 幾年的思考呢 我認為不外乎四種可能性 我們就是用客觀維吾主義 歷史維吾主義 和辯證維吾主義 角度來看 看中國會 社會會轉向什麼樣的 美國有句話 這個也是 當然英語中的成語 叫History repeat itself 歷史總在重演 那我們中國的歷史怎麼重演呢 我覺得第一種可能性 當然最良好的可能性是 走向改革 走向發展 走向民主化 這個不是說我需要民主 我已經在美國生活 在民主社會了 我不在乎這些 那麼 是誰可以關心中國 需要民主化的 中國所有的官員 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 和中國的百姓 因為民主會帶給他們安全 帶給他們幸福 帶給社會的健康發展 這個是 毛澤東是認可的 這些問題 至少周恩來 毛澤東那一代的革命家 是這樣認為的 鄧小平也是這樣認為的 甚至江澤民也是這樣認為的 至於習總書記 是不是這樣認為 我們不知道 但是 他父親也是鬧革命 也是當時盼望中國走向民主的 那時候口號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 口號不就是民主自由嗎 那我們話題說回來 中國如果能走向一種健康的轉型 像經濟政治 像今天的香港和台灣一樣 香港和台灣是學局制的經濟 是吧 那麼我們中國 中國如果能改革成這個趨勢 這是社會是好的 不用戰爭 而且社會是安全的 中國能 我也 不是直接說是 假經國這種事的改革了 好多人提上去 這是有它道理的 就是說 走向一種良性的改革 社會制度 走向民主化 這個 不只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也是海外華人的幸福 更是中國領導人的幸福 這是第一種可能性 就是中國走向改革 走向政治經濟改革 而且制度呢 和世界百分之六七十的國家接軌 現在百分之六七十的國家 都是民主制 都是言論自由的 這種方式 那麼我們談的第一 這是一個關鍵 第二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未來有可能走向 走向繼續 繼續的向北韓化靠近 怎麼向北韓化 北韓的制度呢 也是現在存在了好長時間了 也是良性的 仿佛也是對他來說 專制來說也是沒問題 沒問題吧 就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呢 社會有可能會變成一個 這樣一種格局 就是說 第一種制度是台灣化 就是像民主化 第二種像北韓化 北韓化也許能存在十年二十年 也許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但也許不會 這個不確定性 第三種可能性呢 是像前蘇聯式的解體 加盟共和國的方式 這種也是極其存在這種可能的 我們覺得呢 會有這種很大的可能性 第四種可能性呢 是像今天的敘利亞 敘利亞是出於戰爭格局狀態 這就是一種不好的結局了 我們覺得呢 社會確確實實是 大家都不希望它出現 但是它也是有這種 未來是有四種可能性出現 就是說按國家出現政治可能性來說 是第一個 蔣經國式的改革 第二 蘇聯式的解體 第三 北韓式的專制制度 第四 是走向西里亞式的內戰 這種四種可能性 那 從這樣來說 我們覺得如果是第一種可能是 我們最希望的 和平式的轉變 把老百姓行為中的 積極性 對社會的熱情 下巴傳 雲樓 你看時間也不少 好的好的 因為觀眾朋友們呢 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也表示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這個觀眾朋友們 非常感謝你們 收看這一期節目 這一期節目 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談到了世界 未來十年政治經濟的走向 和我們一些預測 特別是趙玉龍博士 因為他有深入的研究 我相信會對各位觀眾朋友 帶來一些 啟發或者帶來一些思考 其實我們也就達到我們的目標 是的 是的 好 觀眾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到此 感謝您的收看 感謝 感謝 因為我們說的觀點呢 都只代表我們個人觀點 所以說呢 盼望大家呢 提出寶貴的意見來 我們不希望網民去罵 我們希望呢 提出一些好的觀點來 咱們共同可以探討 好 謝謝